听众,各位同学和家长,大家好 这里是东学堂微电台,王老师带你读《唐诗三百首》节目 那今天呢,我们来认识一位老朋友 已经很久没有见过的一位诗人了 咱们翻开《唐诗三百首》这本书的第167页 那么这位诗人呢,叫常健 之前咱们在讲五颜古诗的时候 曾经见过他,还说过他跟王维孟浩然大致属于一个流派 属于山水田园派的诗人 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读一首常见游山玩水的诗歌 这首诗歌呢,是他去一个地方叫破山寺去游玩的时候 在这个破山寺后面的一个小院里写的一首提壁诗 什么叫提壁诗呢? 就是古人呢,有一个习惯 各处的白墙都可以供这些文人雅士 来写自己临时创作的作品 古人们游山玩水的时候,尤其作诗的这些人 一旦兴致来了,要来毛笔 就往这个白墙上写一首作品签个名 然后后来的人看到了呢 还可以进行唱贺或者是评价 也把自己的言都留在白墙上 就跟咱们今天在网上留言是一样的 有一点这个论坛的兴致,都往白墙上写 所以这是提壁诗啊,这样一种古代的文化现象 那这首诗为什么写的好呢? 首先我们从里头出来了一个非常经典的成语 今天一直还在用,就是趋静通幽 趋静通幽经常我们看到在各种花园啊 假山啊这个景点里头都提写着 那就是从常见的这首诗里出来的 那除此之外,还有两句更加有名的句子呢 可能大家不是很熟悉 在这首诗的五六两句里 我们接下来呢,先来看一下整首诗歌的具体内容 破山寺后禅院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临 趋静通幽处,禅房花木深 山光月鸟性,谈影控人心 万籁此皆迹,唯闻中庆音 那写的是什么呢? 主要营造的就是这个破山寺啊 它的一种清幽宁静,充满佛门气质的这样一种环境特色 那么破山寺呢,在我们的注节里头有具体的说明 在今天的江苏省常熟市 常熟市有一座非常著名的山,叫榆山 那么榆山的北坡上就有这么一座寺庙 也叫破山寺,也叫兴福寺 至今还有香火啊 大家也可以去游览看看去 那么这个破山寺后的禅院呢 就是它等于应该是寺庙中的和尚啊 专门坐禅修道的那么一个地方 修行的地方 所以尤其的安静 可能跟前面接待游人的地方呢 还有一些区别 那么诗人的前两句非常直截了当 就来说明我一大早去破山寺游览了 叫清晨入古寺 然后初日照高陵 既然是大早晨去的 所以刚刚升起来的太阳 照在高高的树林子上 给我们带入的是什么呀 是破山寺外围的环境 那寺庙的外面种了很多的树林 然后清晨的阳光一照啊 你看这种感觉应该是非常美好的 除此之外呢 这个高陵也是一个双关 因为我们古代啊 喜欢把这个佛教徒啊 聚集修行的地方称之为丛林 所以这个高陵啊 也有暗含着来捧一下这个破山寺的意思 说这是一个很高明的啊 这个法力很高的一个丛林啊 然后我来拜访一下 接着你会发现 开头这两句 清晨入骨寺 初日照高陵 实际上一不小心队偶了 是吧 因为这个律师的开头一连 是不需要队偶的 作者在这队偶了 于是他就心想 那我三四句就不对偶了呗 这是一种通融的办法 本来规定三四句队偶的句子 我不对 我把它放到一二句去对 这也是五颜律师一种比较常见的写作手法 能够给我们的诗歌格式呢 带来一定的变化 所以嘞 这个诗人的三四句 就是一个很自然流畅的 把我们带入后山禅院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叫趋近通幽处禅房花木深 曲曲折折的小路通向了一个更幽静的地方 就是寺后的禅院 然后呢禅房外面 它的花草树木种植的更加的茂盛 几乎已经把这个禅院给埋起来了 所以叫禅房花木深 所以开头四句非常的流畅 早晨起来去拜访寺庙 然后呢穿过了寺庙外的林子 然后再拐过小路 就来到了这个幽深的禅房 那具体这个禅房的环境是如何的雅致 如何的清静呢 在五六两句给我们做了非常具体的描写 叫做山光月鸟性 谈影控人心 这里面我们要注意第三个字啊 月还有下句的第三个字控 这里面这两个字都是一种文言文理的特殊用法 叫使动用法啊 所以它应该翻译成使谁谁谁高兴和使谁谁谁内心空明洁净啊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山光月鸟性翻出来就是啊 山光啊非常的美好 让这个山中的鸟儿都开心了起来 而谈影呢 就说这个禅房后面有一个水池啊 我宁静的注视着这个水池中的倒影 一下让我的人呢 整个心都变得空明洁净了 这叫山光月鸟性 谈影控人心啊 所以叫山光使鸟性乐 谈影呢 使人心控啊 这是它的一个使动用法的体现 因为毕竟咱们古诗的字数和评字都有限制 对吧 所以诗人呢 只能灵活的使用一些字词的语法方式 然后来让他的意思得以表达 然后作者在这儿啊 感受到了喜悦啊 鸟儿也开心 我也开心 对吧 然后呢 在凝视着这个声弹的时候 又感觉到内心啊 一阵空荡荡的啊 感觉所有的这些红尘俗世的烦扰啊 一概都被洗得一干二净 啊 这脑子里就空荡荡的了 就变得非常的干净了 于是啊 最后两句我们总结了一下 整个山中的景色 叫万籁此阶纪啊 各种各样的声音到这儿都变成了一片寂静 只听见从寺庙里传来的中庆的声音啊 敲钟 这个我们能理解 什么叫庆啊 就是佛教啊 他们和尚在念经的时候 然后一边念 一边敲这个木鱼 或者敲这个石庆啊 来打这个点 那木鱼呢 一般是念的时候 打木鱼啊 当当当当的敲 然后敲到一个段落 当打一下庆啊 表示这一个段落的停止 所以呢 远处只传来了中庆的声音 除此之外 一切的声音都消失了 所以这个地方中庆声 就好像我们平时所说的啊 屋子里安静的 好像一根针掉在地上都听得见啊 就是这根针一响 反而衬出了周围环境的安静 同样的远处传来的虚无缥缈的敲钟敲庆的声音 也使得这片后山禅院啊 这片啊 非常茂密的树林 然后这个非常幽深的水潭 一切都显得更加的宁静了 哎 这也是山水田园的诗人们常用的手法 什么手法 以动衬静 用一点声音来反衬整个周围环境的宁静 来营造这种山水诗中需要的清幽的氛围 所以大家呢 来简单的感受一下这首诗啊 中间的四句 趋境通幽处 蝉房花木深 山光月鸟性 谈影控人心 都可以称之为是山水诗的名句 那么今天的小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大家啊 来自己尝试着用自己的话 来描绘一下这个诗中所体现出的画面和意境啊 山水诗 咱们没有必要抢求说我一定要写得多么的正确啊 看看大家在读了这些文字之后 能够对诗歌的画面还原成一个什么样子 这也是我们读诗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啊 就是把文字形成这种画面感的想象 那时间关系呢 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先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